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阿森纳和曼城球员和工作人员 参与了愤怒的隧道交锋 特拉维斯 埃迪安和杰克逊维尔美洲虎队 在伦敦取得2-0的战绩 以25比20击败了无精打采的比尔队 超级携之战升级 基普图姆打破男子马拉松记录 丹尼尔 琼斯在纽约巨人队 输给迈阿密的比赛中被击倒 为纽约在赛季出的困境 增添了一抹忧虑 阿森纳的布卡约 萨卡因腿筋受伤 将无法参加英格兰国际比赛 米克尔·阿尔特塔表示 等等 请大家收看 阿森纳和曼城球员和工作人员 参与了愤怒的隧道交锋 英国每日电讯 在8月28日 阿森纳以1-0击败英超 未免冠军曼城的比赛结束后 发生了一起 涉及阿森纳和曼城人员的隧道 争执事件 这起事件似乎是由前曼城员工 阿森纳定位球教练 尼古拉斯 乔夫引发的 他被凯尔 沃克 埃尔林 哈兰德和杰克 格里利时质问 这起事件被看台工作人员 和其他工作人员制止 而且 这并不是当天下午唯一的争执事件 萨米尔 纳斯里 还被一名阿森纳球迷质问 特拉维斯 埃蒂安和杰克逊维尔美洲虎队 在伦敦取得2-0的战绩 以25-20击败了无精打采的比尔队 多伦多星报 杰克逊维尔美洲虎队 在伦敦的热次体育场 以25-20击败了布法罗比尔斯队 杰克逊维尔连续两场伦敦比赛获胜 并终结了比尔斯三连胜 美洲虎队的跑位 特拉维斯 埃蒂安在第四节冲入136码 并取得两次出地得分 确保了胜利 比尔斯队在建立跑攻方面遇到困难 仅取得29码进攻码数 杰克逊维尔的四分位特雷福 劳伦斯传球315码 并取得一次出地得分 但也失去了两次球权 在其他比赛中 匹兹宝刚人队 以17比10击败了巴尔迪魔乌鸦队 亚特兰大猎英队 以21比19击败了休斯顿德州人队 新奥尔良圣图队 以34比0大圣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迈阿密海豚队 以31比16击败了纽约巨人队 底特律师队 以42比24击败了卡罗莱纳黑豹队 印第安纳波利斯马次队 以23比16击败了田纳西泰坦队 超级斜之战升级 基普图姆打破男子马拉松记录 英国美日电讯 肯尼亚的凯尔文 基普图姆在穿着耐克的一款原型鞋 打破了埃利乌德 基普乔格的世界马拉松记录 这款鞋子尚未正式发布 被认为是 Airzoom AlphaFly Next 百分号2鞋子的下一代版本 目前售价为279.95英镑 基普图姆在芝加哥 以2小时0分35秒的成绩 创造了一个在认证比赛中 首次低于2小时01分钟的记录 埃塞俄比亚的DG特 阿赛法也穿着一双 阿迪达斯 RDZERO IDEOs Pro Evo一鞋 创造了女子世界纪录 这款鞋子的零售价 为400英镑 丹尼尔 琼斯在纽约巨人队 输给迈阿密的比赛中 被击倒 为纽约在赛季初的困境 增添了一抹忧虑 多伦多星报 纽约巨人队的四分位 丹尼尔 琼斯在周日对阵 迈阿密海豚队的比赛中 因受伤离场后 将接受进一步的颈部检查 琼斯过去曾有颈部问题 导致他错过了 2020赛季的最后六场比赛 巨人队以16比31输掉比赛 本赛季的战绩 变为一胜四辅 球队还没有四分之一 时间内进球的记录 同时缺少跑位萨克恩 巴克利和进攻线表现不佳 这都导致了他们的进攻困境 阿森纳的布卡约 萨卡因腿筋受伤 将无法参加英格兰国际比赛 米克尔 阿尔特塔表示 美联赦 阿森纳经理米克尔 阿尔特塔表示 由于腿筋受伤 布卡约 萨卡将无法参加英格兰 即将进行的国际比赛 萨卡在于朗斯的一场 欧洲冠军联赛比赛中受伤 随后错过了阿森纳 对曼城的英超胜利 阿尔特塔确认 萨卡将无法参加英格兰 对澳大利亚的友谊赛 和对意大利的欧洲锦标赛预选赛 英格兰主教练加雷斯 索斯盖特已经将萨卡 列入他的阵容 但不会冒险让他上场 贾里德 哥夫投出三次触地得分 跑进中区得分 领先NFC北区的世子队 以42比24 击败了一胜难球的黑豹队 多伦多星报 底特律师队 在周日以42比24 击败了卡罗莱纳报队 师队四分为贾里德 哥夫在上半场 投出三次触地得分 并在第四节 跑进一次得分 报队在上半场失误三次 导致师队得分三次 这场胜利 使师队以四胜一负的战绩 位居NFC北区榜首 俄克拉荷马州 和德克萨斯州 可能会在大十二联盟告别赛中 再次上演红河对决 多伦多星报 俄克拉荷马州 和德克萨斯州 将在下个赛季 加入东南联盟 可能有机会 在12月2日的 大十二锦标赛中 再次交手 本赛季 风暴和长脚牛 已经确立了 自己作为大十二联盟的 前两支球队 两支球队 在本赛季结束前的 六周比赛中 都有一个休赛日 这是两支球队 在同一个赛季中 第二次交手 上一次是在 2018年的 大十二锦标赛中 莫斯在科尔茨队 以23比16 击败泰坦队的比赛中 盖过泰勒的回归 理查森肩膀受伤 多伦多星报 扎克 莫斯跑出 职业生涯最高的 165码 并打进两个 Touchdown 帮助 印第安纳 波利斯小马队 以23比16 击败 田纳西泰坦队 莫斯盖过了 刚刚与小马队 签下三年合同 延长的乔纳森 泰勒的回归 这场胜利 打破了小马队 在主场的 七连败记录 并标志着他们 在六次交锋中 首次战胜泰坦队 加德纳 名社 代替受伤的 安东尼 理查森 完成了14次 传球中的11次 总共155码 瑞安 坦尼歇尔 在最后几秒钟的 比赛中被抄截 为泰坦队 锁定了胜局 卡玛拉成为 圣图队生涯 Touchdown 领导者 卡尔在34比0 大圣爱国者的比赛中 投掷了两个 Touchdown 多伦多星报 周日 新奥尔良圣图队 以34-0的优势 战胜了 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展现出了 强大的实力 阿尔文 卡玛拉冲进了 一个触地得分 成为圣图队 历史上的 触地得分领袖 而德里克 卡尔 则传出了 两次得分传球 爱国者队 未能得分 首次自2000年以来的战绩 降至一胜四伏 这是爱国者队 历史上 第二次最惨痛的 临风势力 圣图队 在总马数上 以304码 对156码 压倒了爱国者队 德沃恩 阿钦 和泰里克 希尔 带领 迈阿密海豚队 以31比16 击败纽约巨人队 多伦多星报 周日 迈阿密海豚队 以31比16 击败了纽约巨人队 新秀德文 阿钦奇 Davon Achain 跑进76码的冲刺 Touchdown 海豚队在比赛中 获得了524码 使他们本赛季的总马数 达到了2568码 这是NFL历史上 前五场比赛中 最多的马数 这场胜利 也让海豚队 重新回到了 AFC东部的第一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了阿森纳 和曼城之间的隧道 争执事件 球场上的竞争激烈 但这种冲突 并不应该发生 希望球员和工作人员 能够冷静下来 保持尊重和合作 接着 我们来看看 美式足球方面的消息 杰克逊维尔美洲虎队 在伦敦的比赛中 获得了一场胜利 而底特律师队 也赢得了一场重要的比赛 这些胜利 对于这两个球队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也有助于 他们在赛季中 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马拉松比赛中 凯文 基普图姆 打破了男子马拉松的 世界纪录 他穿着一款 被称为超级鞋的新款鞋子 这款鞋子 具有极佳的性能和舒适度 虽然有些人 对这种新型鞋子表示担忧 但我认为 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是运动发展的一部分 在美式足球和足球方面 有一些球员受伤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 我们希望 他们能够尽快康复 回到球场上继续比赛 最后 我们看到了大学橄榄球 和橄榄球的消息 俄克拉荷马州 和德克萨斯州 将在大十二联盟告别赛中 再次交手 这将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同时 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 和新奥尔良胜图队 在比赛中都取得了重要的胜利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观众朋友们 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